广东省顺德谭村 有一位普普通通的和大爷 大爷会的不多 从小打下拳 长大无省尸 老了练书法 外嫁一套120年的祖宅 当然这些都跟和大爷挥手告别了 因为一家人从村里搬到了市里的楼房 儿子儿媳就图这里上学境 交通医疗方便 没想到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都不满意 老和想回村里玩省尸 教小孩打拳 在这只能站在阳台树苍蝇 老伴想回村里和老姐妹跳光长舞 两个孩子因为从小在村里长大 为了穿尿布的朋友都想回村住 一家老小牵肠挂肚的 就是这栋120年的祖宅 具有典型的岭南传统风格 青砖斜坡顶 四合院 雕花和绿色窗帘 房子越老越有味道 就是不能住 卧室只有两间 到处开裂 屋顶发霉漏水 墙体松动 浴室墙面长青苔 又黑又旧 但和家人还是想把老房子 修一修回家住 老房子周围的邻居 陆陆续续建起了三四层小洋楼 和家人就想保留老房子的味道 这时还得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 摇到一个美女设计师梁岁明 来到老和家 房子古色古香 中间是一块小天井 上头还有花鸟鱼虫的石雕 以及肉眼可见的墙体裂缝 梁柱腐朽 当场升级成微房 老房子的厨房就剩一个石造 120年来就在这里做饭 上头烟雾缭绕 底下黑灯瞎火 墙都熏黑了 小和觉得他家就是屋顶有点破 四周的墙有点开裂 加上漏水的问题不大 客厅里挂满了老和的话 家具只剩下电视柜和沙发椅 小和住的房间贴得花花绿绿 窗户只有这一小扇 采光全靠电灯 老房子以前连卫生间也没有 新家的卫生间还是朴实的汉侧 看完房子 一家人开始提要求 老和要五间房 特别是他的画室 小和要一间茶室 楼顶最好还能烧烤 孩子就算了 能活动就行 老房子的重建工作开启 东西面是狭窄的行道 南北都是邻居 施工空间狭窄 老房子底下还没有巩固的地基 梁岁明设计了一栋四层高的小楼 首先就得做新的房屋基础 预备在地基里打几根桩 为确保施工顺利 设计师不仅要负责设计图纸 还包揽现场施工问题 派小组24小时助手工 房子开始清拆 老物件全部保留储存 工人开来一台小学挖掘机 房子终于拆清楚了 这时发现邻居家的老墙也裂了 随时会朝工地坍塌 拆之前得先把这堵墙用铁丝围住 地桩重新确认位置以后 地面开始打桩 加进20米长的钢筋 共计7个混凝土桩 做完少说能盖10层楼 工人开始做土建布 整栋楼用悬挑梁的方式 底部轻盈 房子增添光线和通风 主粮安在两侧 保证室内没有承重主 空间相当大 盖房耗时媲美薄雾 随后一帮人在天台对房子的采光 进行不同测试 在设计中让光照能从楼梯直通庭院 房顶保留坡顶设计 楼下几层采用内退的方式保障采光 房子封顶后 室内格局也清晰了 一层是客餐厅以及厨房 还配备中式厨房和庭院 二层给老何和老伴 加一个书房 三层给两个孩子加卫生间 四层做主卧茶室和书房加主位 四层上方是公共天台 专门给老何练拳 一层挖了的大坑 与天井相连 预备做鱼池 一楼能不能成 全看这条悬浮楼梯 前后设计改了石岗 在侧面搭建新的工程梯 工人开始施工 但做这么一条楼梯相当有难度 每做一街就要测量一街 房子主要靠南面大窗采光 北面利用长条形窗框辅助 四面根据不同的景观 窗框也有不同的变化 想法很美好 吊车很现实 窗户吊在高空中在风中凌乱 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工人们太难了 房子的框架全是做好了 接着是房子的外立面 选用与青砖相似的火山岩 室内增加损某结构装饰 应对广东湿热的体气 房子增加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 室内选用隔音墙 不仅能降低噪音还能保温 设计师运用老房子里的麻石元素 准备做一块厨房的台面 配备全套智能厨具 脚手架拆除后 房子的样貌得以见光 下段部分保留了原房底的斜坡子 历时七个多月的改造 在设计师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 房子终于完成了 老何回家了 房子的外观让人直呼靓仔 墙上贴着何家的门牌 开门是相当宽敞的空间 光线从四面八方流进来 楼梯下方还有几尾景里 一家人坐在客厅显得十分渺小 窗外是一片绿色的竹林 整体现代化设计 配以中式风格的点缀 这些设计都让何家人真心喜欢 特别是这张破了洞的餐桌 上头的灯罩是用瓦片做成的 老古董都做得很漂亮 房间里的储物空间很多 中式厨房里配备洗碗机 把天天洗碗的孙子开心坏了 在这做饭也能看见外头的书 客厅的卫生间带智能马桶 洗手盆也是石头做的 很有分量 以后一天洗吧变手 走上二楼一家人更激动了 两边是色卯结构的装饰 二楼全是老河的书法和画作 桌前摆着老房子的凳子 四面八方充满阳光 周围都是挂画的架子 卧室里摆着一座躺椅 墙边嵌着老屋里的石墙 把老伴开心坏了 窗外是邻居家的老房子 床头挂着老河的画 祖孙俩一块塘板凳 卫生间相当现代 电气齐全 老河能坐在这洗澡 窗子还能全打开透气 网上是一条天井走廊 孙女的房间带一扇全景落地窗 房间很漂亮 衣柜带有中式风味 空间相当大 洗手间带有两个水龙头 还有一块圆形淋浴间 孙子的房间配置相同 书桌是下沉式设计 底下就是孩子的秘密基地 四层的楼梯间更为开阔 主卧的墙上嵌着老房子的窗花 带有弧形书桌 造型别致 书架也是原来的木头 在这能看见很远的风景 边上是一间茶室 又是一方小天地 主卫带有大浴缸 坐在里面能看见外面的风景 每一扇窗都是一块不一样的景色 天台平坎开阔 铺满就石砖 放着几把老木椅 边上的大木头也能坐人 中间可以烧烤 平台大到能打拳 在设计师的讲解下 门牌都是特别的设计 门槛是就屋子拆下来的 寓意脚踏实地 房子里的损某结构 用来隐藏电路和水管 增添了古朴的味道 客厅做成似水归糖的下沉室 周围连带着楼梯都能坐人 茶几能推开围成一块小空间 餐厅的麻食保留传统习惯 中厨配备系统厨具 西侧带有后门 平时买菜扔垃圾很方便 中间的家层是老河的书房 在这能和全家人互动 墙上留有各种老木雕装饰 寓意织繁叶茂 似曾给小和夫妻 房间开有两扇门 形成一块循环 主卧带有云霞的雕花 寓意屏幕清云 房子的功能和美观都做到了极致 通往天台的阶梯是石造的 边上的扶手与灯带合体 天台的东面较低 能看见太阳整个东升西落 老河为设计师送上一幅字画 外加一套狭犬现场展示 老房子焕发出新的生命 老河家将继续传承下去 本次改造共计206万3千元 还是广东亮仔有钱